这个情妇真的是非常的强悍 感情没了被甩了不甘心 他一次不满男朋友要分手 居然他就到原配的部落格上去留言呛瞎 赤裸裸的言语还张贴丈夫偷吃的性爱照 就是要给对方难看 而这惊世骇俗的贴文 也被网友疯狂转贴到各大网站去 一张又一张的性爱照片虽然打上马赛克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图片中的男主角头发集结全身赤裸 女主角虽然看不见有貌 但是在自家客厅是裸裸的性爱照片 看了还是让人脸红心跳 而这些照片都是一名情妇 因为男方打算要分手 为了向原配示威在原配部落格上 留下自己跟原配丈夫偷情的铁证 还高调说自己跟身为学校老师的人夫 在原配家中包括客厅沙发上都激战了好几回 连男方写的参悔信 像是改联络部教训学生时都无法停止想念 想你想到崩溃发抖 还失禁连班务都无心处理的 都颇上网 就是要给原配难看 而这劲爆的文章 马上就被网友转贴到各知名的网站去 网友不止大户太夸张了 也不断转记留言 只是这是个人的家务事 全弄得沸沸扬扬 不晓得当事人看到了 是否也会觉得难堪 好